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疫情的过程中呢 昨天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从昨天有个时差的问题 大陆就是前天了 大概应该是19号 大陆各地的感染人数 就是疫情的感染人数 很多省突然出现零 那出现零呢 人说没有 这你不能说非说有 对吧 那比较奇怪就是湖北省 湖北省报的感染人数 大概是300多个 结果它的分下来各个省市 就是它省里面的细则呢 武汉市出现了600多个 它的省会武汉市出600多个 而它的这个湖北省呢出了300多个 所以这个它数就这么报的 就这么出来了 那包括黄石啊 这个其他的地方 那就湖北就不用算了 那网上就大家就开始取笑 就开始乐了 说这事儿确诊的感染人数 不可能出现负数吧 人死了叫死亡人数 如果这人治好呢 叫做治愈人数 这个怎么也不能说增长人数全省 对不对 你们家院子里的数 这一个大院里头有99户 这个数低于这个院里的其中一户 这个你怎么算 它也算不出这个答案来 但是呢 它数就这么来的 后来有进 就人们网上在讨论嘛 然后据说中共的这个中央控制中心 在说 说是这是统计的方法 统计系统上有差距 你武汉市的统计方法 跟你湖北省的统计方法不一样 你武汉市的市委书记 是湖北省的省常委 对不对 哎这你怎么算 你娘死了就是你娘死了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的事吗 你娘感染了 你说这事是我们家国家秘密 我们不能说 对不对 那你既是不能说 你也不能说 你娘家算了数了 你这头没算数 说你到这儿是国家秘密 这个你蒙谁 这根本就不能蒙了 这个已经到这份上 但他却堂而皇之的 就是在镇报 而这个事呢 结果到了今天呢 据说湖北省呢 又往回土 说那数不对 又往回土 这就是英勇做的事情 那这是习近平把英勇调到湖北省之后 把这个让湖北省的这个省委书记跟这个省长下马之后 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了前面那两人身上 三个人嘛 还有武汉市的市委书记 就是习近平鸡贼啊 小气鸡贼 太 就是说 那心眼 心眼小的 出手低的 那就是不能再低了 小不能再小了 对不对 就像穿着一个开裆裤的孩子 可是呢 他非要说 他是拯救共产党生存的唯一男人 所以九千八千万党员没一个正经八百是男的 只有他一个 只有他一个 所以所有的今天党体系的男人都是二椅子跟着他走 走完了就走成这种数了 那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他们打算 据说是29号要全面开工 我就不知道这个月今年是不是润月 我真不知道 这是二月份 他在这种短板的背景之下 在这种就连人的年历当中 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背景之下 他干这事 要强迫开工 开工怎么开 一切造假 一切造假开工 在造假开工的背景之下 表现出他伟大的一面 他战胜了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战胜了疫情 甚至连23号武汉封城 都算他的伟大指挥 而在1月27号 这个周先旺 武汉市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 他曾经直面回答有关武汉封城的问题 他说中央 我们只能等着中央授权 中央授权了 我冒着天胆 在历史上 在中外 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没有先例 把一个上千万的城市封了 那我愿意隔职 而谢罪天下 我决定封城 那是人家武汉市长自己顶了雷了 封城 那今天他习近平要出头 他让中央指挥部说 武汉封城是22号孙春兰 带着习主席的伟大指示 来到了武汉 交代要封城 只字不提武汉市长 诶 哪有哪样的呀 哪有哪 你是全国的父母官 那底下的百姓都算你的这个臣民 当爹的跟儿子抢食吃 跟孙子抢饭吃 那一只狗跟他的小狗抢东西吃 不可能吧 他做了正经八百的新闻报告 然后那报告就更绝了 说有关封城的消息 在27号我们向国务院汇报 那国务院27号他李克强就在武汉 什么叫向国务院汇报 左手打了周先旺 右手扒了李克强 全国疫情就是他习大大招来的 那他来正 这今天中国人是摊上了 他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出了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那现在据说全国在在削减疫情人数 来为开工做准备 可是三月初的两会已经被推迟了 就是他们的命是命 他们是人 其他老百姓准备开工的不是人 为什么是这样 这东西要让所有在苦难中的中国人 你要兵器掉你自己无神论 跟进化论的肮脏的想法 转变心念 转变心头 把共产党定为魔鬼 那叫天灭中共 你不转变 他就玩死你 你骂他傻瓜 今天傻瓜就蹂躏你 当你有这样的理念的时候 这就是 我觉得不用什么分析 很清楚 但是呢 人你能否真正在这种苦难中得到拯救 就是得到机会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谁都帮不上 网友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青海省率先清零 清零了 没了 18个患者全都出院 网民踢报说 叫治愈力造假 政治正确高于一切 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述的 那段故事 这是他的做法 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中共中央指导小组副组长提出要求 每天要清零 他得病能清零吗 要不然你杀了他 要不然造假 对不对 那人病怎么好 能清零吗 他说要清零 这就是 他的出头是政法委 那在整个过程中 与神对垒的就是中共政法委体系 他是 他是就像那个先锋官一样 你要把共产党看成生命来 所以他讲出的话 做出的事情 就是对所有生命的侮辱 这是对所有生命的侮辱 你不用说他荒谬 我觉得他是他生命正常的过程 确保患者和怀疑患者 叫收容隔离归零 消除传播源 切断传播链 降低感染率 最大限度 每天要清零 所以青海城第二天就清零 传播源在哪你都不知道 传播源要在哪你知道的话 你家的习大大现在归缩在没人的地方 你沉衣心也见不到你家的习大大 因为你本身就是传染源之一 因为你在现场 有一位小秀才贴的说 当局公布的出院率是撒谎了 为了完成患者们去库存的标志 所以都给健康了 据说网上给封掉了 政治正确高于一切 高于患者的健康 高于大众的利益 你看他谈到的都是利益 这不是利益 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所遭受的 大陆人遭受这份苦难 就是自己认识所带来的 这是对人是神造的直接的侮辱 而受难者本身还在利益的角度去思考 他就不懂得这是一份不尊重 说什么牺牲什么的健康 那哪叫牺牲健康啊 他上升不到 这是对自我的 对人的一种直接的残害 这是无神论的共产党 以魔鬼 就是以魔鬼的概念 以无神论的说法 把人们毁了之后再杀人 而杀人的过程却是 就像我们说的 达基 为什么去劝阻达基 劝阻咒王 毁掉达基的人 都被达基杀了 达基秉承神的旨意 狐狸是秉承神的旨意 来到赵哥 今天共产党完蛋 习近平秉承某种神的旨意 做出了天下最愚蠢的事情 而一条路走到黑 是希望唤醒那 被他愚蠢的暴力 愚蠢的思想 所左右的普通的中国人 从魔战中能够醒过来 摆脱利益的思考 重归尊严的一种概念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